哈喽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吸贴收的一些东西 零零四次加起来也就六七件 就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看一下这个 白瓷的喜少梅 是一个梅整 东西是完整手费的 喜少梅 稍微跟你有点粗畅 这是属于唐代的风格 是陶瓷的 差点苦 碰到这一件了 这个发根呢 是稍微看起来有点粗畅 有点感觉流畅 还是很流畅 就是比较那种粗 粗根 再看一下这个 荷叶 这个上面这个 荷叶形状的一个 明清发的茶叶挂 这是原装 原盖的啊 这个盖子也是 原装的 手费的 手费的 那明清发啊 没有底款 这是属于明代的一个风格啊 东西也是完整的 这是上面也生后年年 哎 这个发是发开富贵的寓意 那这个看一下这一件 这个圣代的一支 尤别的啃雀瓦 耶 它的啃雀花一样的 它这个这个 这个闻得像啃雀 像啃雀的羽翼啊 这上面这个像荷花一样的 也是完整的啊 这是圣代的一件 陶器 一件瓷器 嗯 这个应该是 一个瓦啊 不是一个长杂 是一个瓦 看一下这把符啊 扁的啊 统越形的 形作很独特 拍片的啊 勾搖的 是 这个盖子上面啊 这盖子上面这里有一点点 脱了一点点那个 有一点的缺陷啊 这磨绳掉了一点点啊 这个由于年份久了啊 有点小小的缺陷 是正常的 它是 圆装圆盖 这个气型是很独特的啊 它开配很自然 啊 这个是 水于五丁烧制啊 六丁还是五丁烧制的 一把茶符 这些红独特很漂亮 这些红独特很漂亮 你看一个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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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幅 六方的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方的啊 这不是六方 而是八方的一个 这一边是叶子的 这边也是叶子 一匹叶子的寓意就是一叶成名 这开片很漂亮的 茶叶末也叫黑柚 很有粘缝啊 这个高粘缝的东西 开配就很自然啊 好了 今天这个一根是六介瓷器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 感谢各位粉丝宝宝们的关注 谢谢大家